Hello,Canelis 那個師母要給你上課 我今天早上為你禱告 然後聲音又給我幾個聖經節 那我想要給你 你可以使用這幾個聖經節自己來禱告 那第一個是在上64篇第二節 64-2 求你把我隱藏 使我脫離作惡之人的暗謀和作孽之人的擾亂 那第二個經節是 詩詞 17 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同仁 將我隱藏在你的翅膀印象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我感動給你就是 你可以躲在神的翅膀底下 因為 所謂什麼叫做害 什麼叫做躲藏 就是你把你自己躲在他的後面 那敵人看到的不是你 而是神 而神病大 所以他可以把你躲藏起來 那當敵人看到的不是你 而是神的時候 因為你躲在神的後面 所以 你使用的是神的能力 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那當你這樣做的話 你就是 就是 住在他裡面 當你住在他裡面的時候 你裡面出來就會有一個愛 就會有一個像 耶穌有一個愛的力量 所以第二個 我要給你的也是 一個 爭戰的武器 就是 愛 我想 對你的家人 對於 一切的所有 就是用基督的眼光去看這一切 把自己 想像去 試試 想像看 如果 如果耶穌 你是耶穌的話 你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樣做 那帶出來就是一個愛的力量 愛是一個武器 就是一個爭戰的武器 然後還有一個聖經節 我就不念了 還有一個是在 伊撒亞書30章15節 得力 在乎平靜安穩 就是 你當你在 安靜下來的時候 你相信他 你就會從他那裡得著力量 那最後一個是 你可以不斷的被聖靈充滿 祷告神 祷告聖靈 將你不斷充滿給你的力量 因為我們人是軟弱的 那還有我的韓國的同學 也 在VBI的同學 也 我跟他們分享這件事 他們也給我兩個經節 可以鼓勵你 一個是 是 詩篇的91章 11到12節 跟是 S 10章第4節 這樣 所有都是為你一備 我們會繼續為你禱告 爭戰一定會得勝的 我們很愛你 趕快回來吧 拜拜